台北市政府日前通过 净零排放管理自制条例草案 设定各部门碳排上线 加强管制工有建筑能源使用 2023年公务机车 2030年市区公车与公务汽车 全面电动化 减少或禁用一次性餐具 最后纳入海绵城市措施 目标2025年达到净零排放目标 这个技术上相当困难 环保局表示 净零排放条例草案 扣合智慧零碳建筑 绿运输低碳交通 及全循环零废气三大路径 推动住商、运输及废弃物部门深度减碳 草案不仅呼应联合国IPCC 第六次气候报告 更重要的是营造零碳生活环境 让台北市顺利转型成 宜居永续城市 北市府善尽地球公民义务 展现对抗气候变迁的决心 全案已经送交台北市议会审议 就等议会三读与行政院合定通过 将从公布后六个月实施 记者邮翔亭台北采访报道